欢迎收看下午4点钟节点新闻 我是郑凯中 今天开始带来关注政治焦点 尽管二人二次大选才刚落幕近半年 但不少的政治人物已经在为未来选举铺路 就有网络媒体今天公布了未来政治领袖的调查 分为县市首长组跟立法委员组 来看到县市首长组分为四项的指标 那其中印象最好的这个部分呢 是由高雄市长陈琴伴以48.6%拿下了第一名 第二名是台中市长卢秀燕是14% 那第三名则是云林县长张立善 百分之6.5% 再来是第二项的施政绩效 也是陈琴伴夺下第一是48.9% 那后面还有包括了务实稳定发展影响力 以及未来发展 可以看到陈琴伴都是以百分之47.5% 以及百分之49%夺得第一名 那显示大家对于陈琴伴的表现是相当认可的 至于卢秀燕呢 也可以看到他在各项的项目中 其实都是稳居第二 不过他跟陈琴伴的差距还是差得蛮远的 那下一张来看到了立法委员组的部分 总共是调查了35个人 那一样是有四项的指标 在印象最好的部分呢 第一名是拿下了百分之12.5% 是由民进党立委黄杰拿下 第二名则是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百分之10.1% 第三名是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百分之九点七 那第二项指标有力监督行政机关的部分呢 第一名是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是有百分之16 第二名呢是民众党的黄国昌 百分之十四点六 那第三名一样是黄杰 百分之八点六 再来胜利法院政策影响力的部分 第一名变成了民进党团 总召科技领拿下了百分之21 还有未来发展 则是黄杰再度拿下了第一 最综合的分析来看到 以三十岁最年轻之姿 当选立委的黄杰 夺下了双第一 显示他进入国会之后呢 也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跟潜力 再来